好,同学,我们上课了 那我们刚刚在H2里头 不是有这算符吗 对不对 那我们先把这算符 然后作用到那个 作用到那个扣寒数 然后再把那个 再把系数带进去 其他系数带进去 我们来看一看 我先问你们一下 这两个状 这是两个代表 不同的原先的状态 对不对 这两个状态能量一不一样 理学生的能量怎么会不一样呢 是减并的 我们说原先的能量 只跟什么有关 只跟N有关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 对原先的 对H0来说 它是同一个能量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 把它合并在一起 这样清楚了吗 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 来我们看这个状态 就上面这个 我们看这个状态 你们告诉我 等到多少 我们有两项 第一项是这个 我把它系数写出来 然后 L加上N加1 然后 然后再加上 对不对 OK OK 我们都写了 那我们现在做它 所以我们把二分之一提出来了 来我们看 做最后它等多少 J平方已经在这里了 所以你知道J平方 等下我这样写有些问题 我这样写可能有些问题 因为我们不晓得J平方做到它是什么 我还是照音先的 我们先看 我们先这样做的 对不对 等于二分之一 J平方 然后我要这样写才对了 然后再减掉 二分之一 S平方 减掉二分之一 L平方 OK 我们现在要这样写 OK 那我们看 这结果等于什么 这结果等于什么 结果 就是说 我把它写在右边 二分之一 第一半是作用到这里 不要忘了作用到这里 所以多少 对 多少 L加二分之一 然后怎么样 L加上二分之一 加上一 好 这是 这样会来 然后再怎么样 H平方 对不对 OK 那这一项呢 我们看这一项等于多少 二分之一 X平方在这里 X平方是作用到这 作用到这上头 是多少 对 二分之一 乘上二分之一加一 是多少 二分之一 乘上 二分之一加一 H平方 作用到这个一样 作用到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不影响 所以它不影响这两个系数 这样清楚吗 那我们再看这一项 这一项等于什么 L平方是作用到哪一个 作用到这个跟这个 同学有没有在听 L平方 L平方 作用到这个函数 跟作用到这个函数 所以是多少 那么您挂出我结论 L乘上 L乘上 L加一 然后H平方 对 所以我们总共结果等于多少 来我们最后把它写下来 负的二分之一 H bar 对不起 二分之一 H bar 平方 那我们把这个加起来 这是多少 L 然后再减掉 这样会吗 那你把这个整理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二分之一 H bar 平方 L 我们最后得到这个结果 这边有个L平方 我这边就没有 这边这块我就没有写了 这里面自己添上去 你们自己添上去 就这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算 这你们可以自己算 然后你就得到的结论 OK 最后得到L OK 这样会了没有 这边没问题 那么现在在看这个 做这 我们在做这 我把结论写出来 我们可以就写成这样 OK 这边不一样 这边结论 这边结果变成L加1 这边有个符号 OK 我们把两个结果 我们把这个结果 跟这个结果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我们这样写 我们结论是这样 OK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 那MJ MJ MJ在这里 这是MJ MJ就是在那个G 总角动量在G方向的分量 那 Z有两个 一个是L加2分之1的 一个是L减2分之1的 上面这个是L加2分之1的 底下这个呢 是L减2分 这是这样来的 最像就是这 有问题 这负的L加1 对不对 这边是负的L加1 这R三分之1 R三分之1 就是原先的那个 我后手先要问你 小小的R三分之1怎么来的 小不小怎么来的 你再看原先的H2 我再把它写在这里 我把原先的H2写出来 然后我再问你们 这是原先的公司 对不对 S点乘L就是我们刚刚得到这 对不对 这个是从S点乘L来的 我们还有这一部分 对不对 我们还有这一部分 这部分变成什么 我们先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FyR是什么 原子核 所建立的什么样 电位场 原子核 所建立的电位场 是怎么写 假如用CZ三段位置的话 原子核 所建立的电位场 R分之1 对不对 这是原子核的电量 有问题 这是原子核的电量 然后除以R 你说MK数的话 就存在4分1分之1 那我们再乘上一个1 再乘上一个1 变成1平方 对不对 然后再怎么样 对R为分 这对R为分等于多少 负了多少 对R平方分之1 还有这个系数 还有这个系数 对不对 这边还有个除以R 平方在除以R 变成几次方 三次方 这样知道这个怎么来的 OK 所以剩下我们要 对R的三次方积分 对 还有同学 有没有问题 没有 OK 那这R三三分之积分 这是 这是可以积出来的 我 当我们不用自己再去算 已经有人帮我做出来 我们就把它带进去了 我们的最后结果是这样子 就R三次方积分 R三次方积分的积分是等着 OK 那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 把这个带到这边来 我们最后结果是这样 你好 我们最后结果是这个 比方 上面是对应多少 Z等于多少 L加1 2分之1 这是L减2分之1的 多插到没有 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这个4级流 L能不能等0 可不可以等0 就这父母来说 当然不可以 因为L等0的话 父母是无限大 对不对 那我意思是说 是不是用L等0 我们再看L等0的话 会方什么情形 当L等0的话 我们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L加2分之1 一个是L减2分之1 L等0的话 一个解是什么 2分之1 一个是负2分之1 但说是J J永远要怎么样 J永远要大于0 对对 大于等于0 是不是 所以有没有负2分之1的 没有 所以当L等0的话 这两个只有哪一个 就上面这个 当L等0 L等0的话 只有J必须等 J只有2分之1而已 不可能是负2分之1 这样会的吗 就上面这个 对不对 上面说 这边有个L 所以会不会无限大 不会 这边是0 所以分子是0 这样会的吗 所以没有这发散的问题 这样记得没有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结果 我们把 我们把两种结果 这是自选轨道教育中来的 那我们原先有这个结果 这是从相中人来的 对 我们把这两个合并 把自选轨道跟相中人 我们把这两项合并 我们就得到 有些会消掉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 我们用这个 我们开会得到什么结论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得到最后的结论是这样 当你把两种 两种围绕 就两种效应 把他合并在一起的时候 你得到这个结论 你们先操下 我再问你们一些问题 同学操了没有 大部分都操了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看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 对不对 但我这边是这个 这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能够加起来 你们知道我意思没有 我们原先在结论是这个 是原先的原子的破盘数 我们正面是 总角动量的 IgonFunction 我们为什么能够合并起来 有哪个同学告诉你 有哪个同学告诉你 为什么可以合并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 对不对 我写FY了 我原先是用FY嘛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还记得这是什么来的 等于多少 根号 角接等于L加二分之一 这等于什么 我再把公式 我再把公式写下 L加上M 加一二L加一 对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不是就是这样 就是多上自选嘛 这样见识吗 自选为 H1有没有包括自选 它跟自选无关 所以跟这个是无关的 跟这个是无关的 但这个是包含这个 也包含这个 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说 只是说再乘上这个 然后再加上这个 乘上这个系数而已 所以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这样会了吗 你们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就是说 这两个函数 就是这个 当然不同M 对不起不同M 这是M 这是M加一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在带这个时候 你要带M加一的 我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我再写一次 这H2 H2没问题 H2在这边 H2在这边没问题 我们看H1怎么处理 Z,M,Z,然后L 这样会了吗 我们总共有四项 对不对 我们所有是L加上M 会了没有 OK 这边是那个 我们总共有四项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这个呢 这就是 这样会了吗 就这个 然后这个呢 这是这个 这样会了吧 所以把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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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进去 就走走上 左边这个公司 把这带进去 可以这样会吗 给哈 然后你加上这一项 加上这一项 你就得到我刚刚就得到这四项 自己会做了没有 给哈 不过我先问你们哈 这两项是多少 这两项 对这是零 为什么是零 这边也一样 你可以中心看 这两个自选状态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是零 相信什么 因为 因为它没有包括自选 H1没有自选 所以 这是向上 所以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Orthogonal的 所以就这样 所以这样 讲会了吗 你可以讲 这个跟这个 因为是 这两个自选的 它是正交的 所以是零 要记得哈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 所以 这两个不一样的话是零 因为这两个自选状态是正交的 东西有没有问题 所以只有 只有这一项跟这一项而已 中间这两项是零 这个也一样 这两个都是零 同学还有没有问题 那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把 我们来从 把那能阶图画出来 然后看这一项 会什么 这一项还有那个 这一项 看能阶怎么变化 我们把这画图画在这里 其实这些能阶都同一能量 就N顶二 我们知道N顶二有几个能阶 总共有四个 如果包括自选呢 如果包括自选呢 八个 有S嘛 对不对 S 这边 零化有几个 零的状态有几个 L等于零的状态有几个 有两个 一个是自前向上 一个自前向下 L等于有几个 有六个 L等于有六个 总共是八个 所以这条线总共有八个状态 都是相同能量 都是一多少 120 那等于多少 负的13.6 对不对 它能阶都一样 能量都一样 但我们如果考虑自选 轨道交互作用以后 我们考虑这个以后 能阶分裂成这个 分裂成三条 考虑这个交互作用以后 能阶分裂成三条 一个是 我先把这个符号 看 我先把这个符号怎么看 怎么看的 这个符号是这样来的 L Z N 小小这个符号意思 这是N 我们这边是N等于2 所以这边是2 对了吗 这L是多少 S代表L等于多少 S是L等于0 这是L等于1 对不对 所以L L有两个 一个是S 一个是P的 那这是J J有两个 那我们再看看 L等于1 L等于0 直接只有一个 我才写在这边 但负的不行 所以只有正的 所以只有2分之1 所以只有2分之1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等于2分之1 所以这个是等于什么 L加上2分之1 这个是L减掉2分之1 上面这是L加2分之1 底下这是L减2分之1 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2分之2分之1 这边不是有两条吗 上面这个是什么 L加2分之1的 底下这是什么 L减2分之1 这两个能量不一样 加的是正的 加的是正的 所以是能阶更上升的 能阶往上升 这样会的吗 简的呢 这是负的 所以能阶是怎么样 往下降 有没有问题 一个是能阶往上升 正的L加2分之1 是能阶往上升 L减掉2分之1 能阶往下降 上升的跟下降的不一样 差一点点 只有我讲的意思 上升的是这边乘上L 下降的是L加1 上升比较小 下降比较大 还有没有问题 我画的不是很好 应该上升比较少 下降比较多 因为下降是L加1 上升是L 这样这样清楚 这是加上自旋轨道交通以后 有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把这个擦掉了 那我们再看 如果再包括这一项 包括变成这个呢 你看这个跟什么有关 如果再加上相度能修正的话 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变成两条而已 就加上相度能修正项以后 这三条都往下降 这三条都往下降 这一条降成这个 但这两条呢 合并成一个 所以这边是自旋轨道 这自旋轨道交通之用 加上怎么样 相度能效应 中学都差了没有 你们看 这个是在这一项的 你看这个结果 只跟什么有关 只跟N有关 跟J有关 跟M无关 有没有看到 只跟J有关 所以只要Z相同的话 能量就怎么样 只要N相同 J相同 能量就相同 所以你看 我们这边 N相同 这两个都是S N相同 Z相同 L不一样 但它能界是一样的 有问题 那上面这个呢 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只有一个 所以这边是跟N跟J有关 其他是跟L无关 你看这个是跟L无关 所以这边又分类成 这边又合并成 这两条而已 那这边呢 这边是S L等于0 L等于 我们看这一条 这是L等于0 所以怎么样 所以不受影响 这L等于0 所以不受影响 我们怎么样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L等于0 不受影响 为什么L等于0 不受影响 L等于0 没有角动量 也就是自旋 也就是原子核 有没有产生磁场 原子核没有产生磁场 相信什么 因为它没有角动量 原子核相对电子 没有角动量 所以它没有产生磁场 所以我再把那个 我把这两个情形在 我再重新把它总结 第一个 自旋轨道交互作用 S不受影响 S不受影响 所以还是原先的 P呢 P分裂成两个 这样简直吧 P分裂成小 一个是J等于2分3 一个是J等于2分1的 在加上相对你以后呢 变成只跟什么有关 变跟L无关 只跟这有关的 这样会吗 OK 那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啊